学霸的赚钱方式竟然这么硬核 小色式动动小手 轻轻松松几十万道账 甚至就连高考 天才枪手镜也能帮人作弊 而他们的作弊手法极其牛掰 钢琴执法代表选项 利用时差跨地区传送答案 再将答案会支撑铅笔条形马带进考场 各种眼花缭乱的作弊方法 加上他们过人的心理素质 考场犹如战场 全程刺激惊险 心肠不好的千万备好药再看 故事马上开始 林恩的父亲正在为校长介绍女儿的奖项 数学和科学的竞赛 只要林恩报名 那冠军得主就已经出来了 而且林恩文武双全 田径和越野赛的奖杯也是拿到手软 因为这个学校非常有名 所以父亲便决定让林恩来这里上学 这时校长问林恩是怎么想的 对方表示这所学校特别优秀 不过考虑到他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还是便宜的公立 学校比较适合他 父亲一听表示 自己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供他上学 接着两人便争吵起来 校长见状立刻制止两人 提议先带他们四处转转 路上校长开门见山 希望林恩加入他们学校 然而 对方却说一年五万美元对他们来说太多了 可校长一听却表示 没四十万下不来 林健庄算几账 反正算了半天正好五万 把校长听得一愣一愣的 已经深深被林恩折服 随后校长表示只要他这种人才愿意来 可以一分不花免费就读 次日 林恩准时来到学校报到 拍学集照时解释了金发妹 金发妹为人很仗义 路过的同学嫌弃林恩穷酸 她总会第一时间帮忙回怼 两人很快变成了好朋友 随后 仅当刺激的数学课开始了 但没想到第一堂课竟是考试 金发妹看着乱七八糟的数字头都大了 在一旁叫苦连天 而林恩看着手里的卷子 三下五出二 很快便将题全部答完 想到金发妹帮了自己 她便将答案写在橡皮上 截止林恩使议金发妹看着边 趁老师不注意 林恩将橡皮放进鞋里 这时 老师下来熏考 林健壮赶忙 藏好没穿鞋的脚 金发妹则找准时机把鞋踢回去 然而她用力太小 鞋子竟然停在了锅道 眼看就要暴露 林恩立刻起身胶卷并顺带穿上了鞋子 金发妹现状长出一口气 很快成绩变出来了 数学白痴金发妹竟拿到了罕见的高分 而林恩则是意料之中的满分 不用为考杂了担忧 金发妹表示带林恩去她男友加开派对 男友帕特加富德六游 其实就读这所私立学校的 除了林恩这种出色的人 其他个个都非富即贵 这时帕特提出自己的梦想是上大学 如果考不上大学 自己的老爹就会和他断绝关系 不过他并不是个学习的料 一旁金发妹说了句 或许林恩可以帮忙 帕特听后瞬间来了精神 表示如果林恩愿意帮忙作弊 一场考试他愿意支付200美元报酬 而且不光他们需要帮助 还有四个吊车尾朋友也需要 林恩听后大脑飞速运转 算到最后发现是一笔狂转的生意 不过他问如果被抓怎么办 帕特表示学校顶尖的学生 不会有人相信他会作弊的 林恩听后答应下来 不过考场上可不能说话 也没有那么多邪认 他们需要找到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 就算被抓了也不能留证据 晚上林像往常一样练琴 只见在琴键上飞速跳跃 一手曲子弹完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次日他叫来帕特的几个朋友 为众人讲述他们在考场如何交流 因为几人是音乐生 所以他们可以用指法交流 用丝首不同的曲子代表选项 紧接着林恩为几人演示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作弊小组开始第一次实战 整个过程很顺利 成绩提升的几人收到了很多奖励 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晚上看着自己赚到的钱 林恩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次日金发妹告诉林恩他又有新客户 正说得开心 突然有人通知林恩去一趟办公室 他一脸凝重地来到了办公室 好在校长只是想让他参加活动 这个活动奖金丰厚 需要最优秀的人参加 而学校里最优秀的人就是班克和林恩 而且他们两个一定需要这笔钱 听到这里林恩才放松下来 晚上班克来到妈妈的商店 竟发现几个混混在门口驻扎 有他们在 根本没有人敢进来买东西 于是班克拨打了报警电话 并说几人在这里吸面粉 混混健壮吓得赶忙逃走 然而电话放下时 却发现电话根本没有打通 次日同学见到班克便追得上来 并问他接下来的考试可不可以给他答案 如果考杂了 父母会停掉他所有的卡 到时候自己就完了 如果班克同意帮忙 自己愿意付300美元 但对方竟直接走开了 很快清新刺激的考试开始了 作弊小组全员就位 林恩拿到卷子便开始分笔集书 谁料这次考试竟然是AB卷 也就是说 他们之中有人拿的A卷 有人是B卷 不过林恩迅速放平了心态 以他的实力 做完两套卷子也来得及 将手中的A卷做完后 他用手势提醒A卷的人寄答案 随后 交卷的人挡住了监考老师 林恩迅速和旁边B卷的人换卷子 接着计算好时间 快速做起了新卷子 中途笔心掉在地上 众人全都捏了把汗 好在林恩快速调整好状态 幸运的是 他赶在还有五分钟时将题做完 之后快速传递答案 好在有惊无险 卡在最后一刻传完了答案 众人离开时 老师竟突然将林叫住 林恩心率瞬间飙升至180 好在对方只是提醒他写名字 走出考场后 几人庆祝大获全胜 正开心时 突然有人将林叫去办公室 同来的还有作弊小组的成员 而班克就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 这时校长表示班克举报两人作弊 现需要给自己个说法 可还没等林恩开口说话 老师就拿着卷子赶了过来 表示他们不可能作弊 因为这次考试是一笔卷 抄别人的也没有用 校长一听原来是误会 便让几人回去 可林恩刚转身就被叫住 校长问他操稿纸上 为什么会出现两张卷子的题 一旁班克直接点名当然是为了作弊 随后校长将林恩父亲叫来学校 对方听后表示 自己的女儿绝对不会作弊 然而校长却说证据确凿 如果是其他学生 作弊会被直接开除 不过因为林恩成绩好 他可以考虑取消奖学金继续就读 紧接着 父亲将林恩带回了家 得知女儿用这种方式赚钱 父亲气愤不已 觉得是那些狐烹狗友带坏了他 便告诉女儿自己已经和校长说了 今后将你们的课程调开 现在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本以为作弊小队以后不会再有交集 然而几天后 金发妹经又给林恩打来了电话 表示有笔超大的生意 随后 林恩面见了帕特的父母 对方表示帕特马上要参加高考 他们必须将其送进哥伦比亚大学 不过自己的儿子什么水平他们知道 所以希望林恩能帮忙 同意的话好处不会少 然而 这种考试监考非常严 而且提量很大 现场作弊绝对不可行 就在这时 新闻突然说起导时差的问题 林恩瞬间有了主意 接着他找到帕特 表示费城每年的考题都和西雅图的一样 他可以参加费城的考试 那里提前三个小时 之后将答案传回西雅图 不过自己需要很多钱和手机 帕特一听表示不是问题 随后 作弊小队全员到齐 林恩想到了用铅笔上的条形码作弊 众人一听瞬间陷入疯狂 看来大家都想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 之后他们又在手机上做了手脚 确保在考场也能正常通话 另一边 班克回家路上遭到混混报复 躲进垃圾桶才逃过一劫 这天 林恩来见了班克 希望拉他入伙 想上大学的有钱人很多 但他自己明显忙不过来 所以希望班克能加入 但班克有自己的原则 觉得作弊是可耻的 听到这里 林恩并没有生气 而是结合他家里的条件一顿洗脑 一场考试结束 轻轻松松几百万到手 以后再也不会受人欺负 没想到静海真将班克说动 加入了他们的作弊小队 之后两人分工 并进行了大量模拟训练 不仅如此 他们还模拟了被抓后的狡辩训练 和制作两本假护照 就算被抓还可以逃脱 现在万事俱备 林恩和班克上了去费城的飞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这次的考场金换了学校 而这所学校的监考极严 不过现在闲上不得不发 次日林恩两人顺利进入考场 并将手机按计划藏进马桶水箱 接着考试正式开始 两人迅速投入紧张的答题环节 完成后将答案备下 很快考试结束 两人按计划用手机传送答案给金发妹 接着由他将答案制成条形码 并贴到所有铅笔上 很快第二场考试开始了 两人像之前一样重复操作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女厕所人员爆满 林恩一直在排队 而班克那边也出了问题 寻考人员竟突然提出检查厕所 让班克迅速出来配合检查 可答案还没传完 外面的人开始催促 班克一着急 竟将水箱盖掉在了地上 对方一看大喊他们要破门 班克见状立刻将手机扔进马桶 另一边 林恩终于排到厕所 可见考人员竟让他出来 考试就要开始了 林见状将手机藏进鞋子带了出来 如果走廊时 他看到了被抓的班克 但还是强行镇定将手机藏进饮水机 随后 他要参加最后一场考试 进入考场的他将上一场的答案写下 这次他要被两场考试的答案 好在他心理素质过硬 很快便恢复了状态 另一边 寻考人员用班克手机打了电话 对方表示他们是炸鸡店 没有找到有用信息 而班克将假护照压在了那里 最后成功进缠脱销 与此同时林一将最后一场考试的卷子答完 为了尽快出去 他用笔将自己抠图 表示自己不考了 另一边 他的等人已经着急了 如果再不将答案传回来 他们会赶不上进考场 画面一转 寻考人员经过检查 发现了班克护照作假的事 还知道他们是团伙作案 众人立刻出动四处抓捕两人 此时林来到走廊取手机 正好碰到抓捕他们的人 他吓得拔腿就跑 多亏中途将衣服丢弃才没被抓住 另一边 班克在离开学校前也被发现了 好在躲进一间教室逃过一劫 之后两人成功离开学校 赶在最后一刻将答案传完 晚上 考完市的人开启了派对 纷纷庆祝自己提前迈入大学 然而帕特两人喝了点酒刷酒疯 表示他们根本没拿林恩当朋友 他们之间不过是雇佣关系 林恩一听声记得离开了 晚上 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 因费城发现有人作弊 所以他们将取消这个区所有的成绩 还想上学的则需参加明年的考试 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是贫困生 他们根本没有额外的钱复读 想到一切都怪自己 林恩难过极了 这时 他想到了帕特的父亲 既然他们不仁就别怪自己不易 用帕特作弊的证据 最终成功威胁对方 支付400多名贫困生复读的费用 影片至此结束 影片以2014年真实案例改编 翻拍泰国同名电影 节奏很快不拖拉 女主演技全程在线 上过学的不禁捏了一把汗 考场上的紧张感 实在太感同身受了 本以为他们真的完成了一场跨周作弊时 结局竟然来了一个反转 倒是令人大快人心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